冬瓜怎么卖 冬瓜一块钱 全能拿上吗 你要按半个价钱给就全拿上 那行 给我拿这么一条就行了 好嘞 吃不了那么多 今天一个人 这一块八 行 就这块就行 行 好嘞 大家好 我是黑哥 老妈这两天回到我家办点事 小院里就剩黑哥一个人了 今天到市场上 买了一块冬瓜 今天就做上一个红烧冬瓜 冬瓜已经洗净了 我把它从中间分开 把冬瓜的皮先去掉 现在的冬瓜特别便宜 今天问财一块钱一斤 现在大家多吃点这个冬瓜 冬瓜皮已经削掉了 现在我再把冬瓜的瓶去掉 把冬瓜里面这个瓶也要去掉 冬瓜已经去皮去瓶了 现在我把这冬瓜 从中间分开 再改刀切成小块 这块就跟那个红烧肉大小就可以 肉块已经 不是 呀 这天热的 黑哥已经出现幻觉了 冬瓜块已经切好了 我把它装盘备用 再准备一小把香菜 把它切成小段 也装盘备用 再准备一个葱段 几粒大蒜 葱段切成葱花 大蒜 轻轻排上一下 排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葱花 和排碎的大蒜 放入盘中备用 配料全部准备好了 现在准备开炒 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热 倒入切好的葱花爆香 爆出香二后 倒入一勺 豆瓣酱 一勺剁椒酱 这个剁椒酱是老妈 前段自己做的 继续翻炒 把它炒香 炒出红油 然后倒入切好的冬瓜 大火翻炒一下 让每块冬瓜 都均匀地蘸上这个红油 锅中加入适量冰水 没过冬瓜即可 开锅以后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老抽 再来上一点点蚝油 这个蚝油特别的鲜 将它炒匀 再加入适量的白糖 这个白糖可以提鲜 再加上半勺盐 这个豆瓣酱 和生抽老抽里面的盐分就很重 炒匀以后 盖上盖子 转小火 炖五分钟 小火已经炖了五分钟了 冬瓜现在基本上已经熟了 现在将排好的大蒜放入锅中 这样蒜香味就浓了 现在转大火 让它收一下汁 好了 汁也收的差不多了 蒜香味也融入到汤汁里了 现在关火 出锅 在上面撒上点香菜 一盘 好吃下饭 口味如肉的 红烧冬瓜 就做好了 虽然黑哥一个人吃饭 但是也不能将就 黑哥再来上一个灵魂炒蛋 准备一个空碗 在碗里打四个鸡蛋 再次起锅 先将锅烧热 炒这个鸡蛋讲究热锅凉油 这样鸡蛋就不粘锅了 锅已经烧热了 现在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将打好的鸡蛋搅散 搅成鸡蛋液 炒这个鸡蛋油温相对的高一点 油温起成热 倒入打好的鸡蛋液 将鸡蛋炒至定型 然后将它分成小块 这个时候倒入 黑哥勾兑的灵魂料汁 这个时候不要翻动这个鸡蛋 这个料汁里面有淀粉 让这个淀粉成型凝固以后 再翻炒 料汁已经预热收紧了 现在 将鸡蛋翻炒一下 让它均匀的蘸上这个料汁 最后 倒入切好的小葱花 将它翻炒均匀 好了 灵魂炒蛋 就做好了 菜已经全部炒好了 准备开饭 尝尝这红烧冬瓜 这个冬瓜已经让黑哥炖的入口计划了 特别入味 而且不是特别的辣 老妈走的时候交代了让我少吃肉 今天咱就拿冬瓜就当成红烧肉的吃吧 再陪上一口的灵魂炒蛋 简直太美了 这两个菜 都是特别下饭的菜 黑哥的三下五除二已经把一碗米块不拉完了 黑哥的吃饭比较生猛 今天老妈不在 黑哥也就不供着 一碗已经干光了 再去咬一碗 夏天就是吃冬瓜的季节 而且现在的冬瓜特别便宜 大家也尝试着做一下这个红烧冬瓜吧 还有这个灵魂炒蛋 这个孩子们一定很爱吃 我家想象特别爱吃这个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黑哥的作品可以在屏幕右下角帮我点个关注 顺便再帮我点个赞 黑哥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